那第九位是谁呢 阿难陀 阿难陀尊者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在这个释迦族里面 而阿难跟释迦牟尼佛是什么关系呢 阿难陀尊者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 是唐兄弟 说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可以说非常的密切 后来阿难出家 做释迦牟尼佛的侍者 来服务 来照顾 释迦牟尼佛的日常的起居 所以什么样的事情 每日的生活种种的 就是阿难尊者在管理的 所以一般讲的叫做密疏 现代化了 所以阿难尊者的福报真的很大 你看能够做释迦牟尼佛的侍者 出家从头一天到佛入涅槃 一生从来不离开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那阿难尊者的最大的福报是什么 下面会跟大家说明 最大的福报 如果今天没有阿难尊者 你看今天我们闻到这个净土法门里说 有没有这个机会 没有 而阿难的这个福报 来贡献给我们一切众生 分享 所以没有福报很大的人 没有很有能力的人 要做佛的适者 那个很难 我以前认识了我们老和尚 我一直很想动这个妄念 这个念头 我很想做我们师父的适者 一直动这个念头知道吗 后来在台南这个机会来了 但是后来还是没有福报 很想 我不是因为要跟他去到处跑 不是 因为我很想学习 有在老师旁边 你看 特别是修这个净土 有什么事情 我们会请教老师 老师在旁边的教导 我们进步很快 但是没有这个福报 真的 没有这个福报 连我的老师在山上的 那个94岁的 我想做他的适者 他也不肯 他喜欢 习惯一个人生活了 不习惯有适者 真的 他一个人真的很简单 日中一时 一天只有吃一餐 自己处理 所以没有这个福报 阿难尊者真的有这个福报 所以一生照顾释迦牟尼佛 所以我们一起请教官 当月 有适天